嗨,我是路克 今天來聊聊石頭規劃這檔次 前陣子獨立卡俠強勢回歸的時候 林黛玉跟潘金蓮的規格真的把我嚇傻了 剛被尼路與普羅米就是炸乾的我們 在體力恢復前 又要被潘金蓮炸得更乾 我說石頭啦,想到哪裡去了 接連的強勢檔期 讓小客玩家都嫌石頭吃緊 更別說無客玩家了 不靠運氣去補陣的話 其中勢必要做出取捨 沒想到這次的神劍闖槍湖合作 大獎跟二獎又開放前傑 因此最近開始有觀眾在問我 要不要做一部影片 去說明現在環境的石頭規劃 我恰好也有這個想法 於是就有了這部影片 在分析石頭規劃之前 我認為有些必要做出客群的區隔 無客玩家的出發點 跟客金玩家截然不同 這遊戲要保底指定角色的成本非常低 因此小客就能玩得很輕鬆 除非接連保底 否則一個月一單 基本上就能跟到所有的卡俠了 眾客追求的是爽度 而非完整度 既然如此 如果你一個月的客金量在一單以上 那這部影片的內容 對你來說參考價值不會太高 畢竟你幾乎不會有取捨的要求 換句話說 這部影片主要的客群 會是一個月平均客金量不到一單的小客玩家 最後看到幾個地雷商品的介紹 首先是嶄新二獎 這東西是無底洞 而且坑很大 嶄新時代帳面上是20抽保底大獎 但40抽繞不到二獎的人不在少數 其實合作二獎也是無底洞 但坑沒那麼大 以風險來說 嶄新時代在改版後常駐加倍 其中二獎的機率是9% 單抽沒二獎的機率是91% 既然要比較的對象是合作 那就假設抽數也是35% 35抽裡面會有一張保底的大獎 剩下的34抽沒二獎的機率是4% 也就是1% 合作二獎的機率會比9%高很多 以一拳超人而言 兩張二獎都是10% 單抽沒二獎的機率是80% 剩下的34抽沒二獎的機率是0.05% 也就是1% 合作二獎的風險 相較於嶄新二獎來說小很多 主要原因是二獎不僅可以互換 機率總和還比較高 既然如此 二獎爆死的風險就會低非常多 至於獨立二獎就完全沒有這個問題 畢竟心智獨立的二獎可以拿大獎去換 你如果真的想要特定二獎 最多30抽必定能入手 不像嶄新二獎高風險 也不像合作二獎超低風險 它是貨真價實的0風險 這也是為什麼同樣是二獎 我們很少聽到合作二獎爆死的情況 會爆死的人幾乎都是因為不等加倍 這個時候會延伸出第二個地雷商品 也就是沒加倍的卡霞 請記得一件事 只有課金玩家才有資格韌性 無課玩家請不要想太多 別人敢在卡霞開放的第一天抽 那是因為他沒有課金 會爆死是他家的事 不要學別人沒加倍硬抽 以我個人來說 我在舅舅合作開放當天就拚了 結果七十抽只有一張二獎 還來了一大堆沒屁用的成太陽複製人 超絕大爆死 我還能怎麼辦刷卡課金啊 因為我要拍分析影片 所以我必須在卡霞開放的第一天就抽起 至於風險就有我的信用卡承擔 如果你懂得加倍還爆死的話 那我只能說深表遺憾 再來是第三個地雷商品 也就是複製直抽 我覺得現在環境只有三種複製人有料 呂布 呂布 還有貝德維爾 這三個角色是真的能發揮 量變產生質變的程度 其他的複製人價值都不算高 林黛玉三呂布有多強 應該不用我多說 問題來了 林黛玉這張A加級別的人權角色 同時身兼超規格隊長 為什麼隊伍中看不到第二張 因為需求不高啊 這個自帶妖魔加速的超規格隊長 可以讓CD6的卡片變成CD3 樂樂這張A加人權輔助也是一樣的道理 兩倍的樂樂並不會給你兩倍的快樂 真的想讓更多角色吃到加速效果的話 不如配其他的亢奮角 其中林黛玉又是個很特別的例子 因為他是心智獨立卡牙的大獎 如果你幸運撈到兩張林黛玉 卻沒有抽到潘金蓮的話 把第二張林黛玉換成潘金蓮會更好 建議把複製10抽當成小確幸 而不要把複製10抽當成值得投資的商品 以黑金卡牙來說 我很常碰到觀眾問這種問題 缺N抽保底要補到保底嗎? 這問題其實很有趣 背後藏了很多人沒想到的考量 以今年的新年雙黑金來說 假設你在尼路卡牙10抽提早抽到尼路 此時你有兩個選擇 第一 花150顆石頭保出第二張尼路 第二 直接收工 個人建議直接收工 畢竟你多花50顆石頭 就能保底普龍就是了 再看遠一點的話 150顆石頭可以保底一輪心智獨立 你最少能保底林黛玉 其中你也有很高的機率 能順便撈到盤金蓮 第二張尼路跟林黛玉比起來 很明顯就是林黛玉比較值得 因此我才覺得複製10抽是地雷 如果你沒有那麼歐 抽速需求在20以下的話 多累積幾次也會得到一樣的結果 你手上會有幾張價值不高的複製黑金 但你卻不得不捨棄幾次有料的卡匣 最後是第四個地雷商品 也就是第二輪合作 概念跟複製10抽類似 以這次的神劍闖槍湖合作來說 大獎劍心跟二獎災藤會全能解放 如果你有撈到第二張劍心或是災藤 那恭喜你 你是有選擇的權利的 如果你等到加倍抽一輪 卻沒有複製劍心的話 我強烈不建議補第二輪 你需要花175顆石頭才能保底第二張劍心 抽到一半放棄的話是浪費 抽到保底的話我覺得也沒好到哪裡去 畢竟這次9張10抽都是人類 這個種族我覺得不值得花350顆石頭去投資 更別說拔刀在這個隊場的設計 讓劍心在他的隊伍不會有太好的發揮 此時會延伸出另一個面向 就是環境的變化 主要考慮的是進場限制這東西 輕規前解整體的規格很高 但卻因為進不去當期的夢魘集 也就是里昂夢魘集而被扣病 畢竟里昂夢魘集限制神魔妖才能進場 這樣子的設計在夢魘集是很少見的 現在環境的靜觀限制固然是很多 但很少點名特定種族才能進場 這種設計大多發生在兩年前的災厄集 正要細分的話 再二集難度的關卡 相較於夢魘集跟地獄集而言 不僅關卡數據噁心 連進場限制都比較刁鑽 年初的龐佩流光再二集就是如此 這關限制受神機才能進場 仔細看會發現 人類這個種族 再連續兩個高難度關卡 都被點名禁止進入 結果現在居然有一狗票人 想要投資350顆石頭在人類這個種族上 個人是不太理解這個行為 這兩個月內抱怨種族進場限制的人不在少處 結果到了合作檔期就全部消失了 支持著神劍闖槍物合作整體的規格偏高 投資175顆石頭我覺得還算OK 至於350顆石頭就真的太多 多的175顆石頭 可以拿去投資下個獨立或下根合作 如果下個獨立或合作不是人類的話 就能克服種族靜觀限制的問題了 當然你要加價升級成黑金也可以 退一步來說 如果你因為抽了罪夢清晨 而沒石頭抽這次合作的話 我覺得損失也沒那麼大 先不說林黛玉是個超好上手的隊長 他的主動技更是一次到位 這也是我為什麼要在前陣子改變評分標準 並將林黛玉的評價提升為A加 人權 他的主動技可以無視恩蜀盾與連擊護盾 連擊護盾是環境上很難處理的敵技 跟手銷多族蜀豬盾、十字盾 還有直徑減傷抗性並列四大天王 其中十字盾可以靠換取生命的代價 這張三星時光牌配合幾張角去做處理 手銷多族蜀豬盾則是要看種族 牛棚夠強的種族選項就不少 但對於牛棚不夠強的種族來說不太有處理 以連擊護盾這東西來說 現在環境難搞的主要是指定屬性連擊護盾 普通的連擊護盾不太會對我們造成困擾 剛剛我有提到 十字盾可以靠時光牌去處理 其實焰火下的護佑這張時光牌 也能處理兩種連擊護盾 但處理問題的效率沒那麼高 首先追打的屬性是火屬性 因此只能處理火屬連擊護盾 與不限屬性的連擊護盾 再者追打的次數只有20下 因此需求在21次以上的連擊護盾 也無法單靠這個手段處理 這張時光牌整體的規格很高 但針對性比較沒那麼強 他處理連擊護盾的效率固然不高 但他能順便處理工錢盾與拼圖盾 在這個前提下 如果某張卡的主動器可以處理連擊護盾 我覺得就是贏家 更別說林黛玉這招的作用對象是全隊 不是目主性或魔族 更不是什麼狗屁醉夢精神 連升級的空間都沒了 之後如果有其他能處理連擊護盾的卡 還要注意解盾效果的作用對象 因此林黛玉不太會有貶值的問題 更別說這招還能順便處理暴風 像這種作用對象為全隊的解盾卡 基本上就是贏在起跑點 當然如果處理的盾沒那麼稀有 價值也不會高到哪裡去 林黛玉的主動器 不管是作用對象還是處理對象都無可挑剔 這種等級的解盾卡在現在環境非常少見 這次合作固然也有幾張不錯的解盾卡 整體的投資價值是很高的 然而對於無課玩家來說 應該沒多少人 能在抽了尼路與林黛玉的前提下 再保底一輪合作 除非你的石頭真的存超多 存到快糖炸的那種 在這個前提下 其實我覺得沒什麼好煩惱的 畢竟無課玩家本來就要做出取捨 更別說尼路跟林黛玉 都是A加級別的人權角色 你因為抽了兩張A加級別的人權角色 而被迫放棄幾張A級泛用角色 這樣子也是血串不是嗎? 此時回到我剛剛提到的嶄新二獎 其實仔細回顧會發現 嶄新大獎的素質相較於嶄新二獎來說 真的不怎麼樣 特別是江湘之後的嶄新時代 這個趨勢非常明顯 嶄新時代卡俠發展到後面 大獎通常只能拿到B加以下的評級 但二獎的評級卻是A甚至是A加 很多玩家投資嶄新時代的理由 其實是為了二獎 至於大獎就當送的 很常看到有人抽一輪沒二獎 然後拼到40抽甚至是50抽以上 因此對於課金量不高的玩家而言 嶄新二獎這東西 最推薦的入手方式就是Allmax自選 在今年初 很多人就是靠這個手段入手熱熱的 心智獨立克服的這個障礙 讓我們不用等到年初的Allmax自選 如果今天大獎沒到林大玉那麼強 但二獎卻跟潘青蓮差不多等級的話 最多30抽就能收工 心智獨立卡俠 其實是個市場價值很高的商品 它的設計在各方面來說 都對小客以下的玩家很友善 前提是你願意等到加倍 既然如此 我會強烈建議課金量沒那麼高的玩家 能更謹慎使用手上的石頭 以上是我對石頭規劃的建議 如果喜歡這樣子的分析影片的話 請記得按讚訂閱並分享 那我們就下部影片見 掰掰